我闺蜜今年本命年 我特别想给她送一套红色的内衣 当本命年惊喜 我真的是中国好闺蜜 而且我一直担心什么尺寸不对 然后这种红色的内衣又特别难选 你知道吗 就是挑不对 它就容易特别艳俗 但是就Rub 这套红瓶礼盒 真的是完美地解决了我所有的烦恼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套礼盒里面 它是刚好有一套内衣内裤 一双红袜子 还有一大小红包 就是本命年你需要的红 它这一套里面都给你包圆了 我见过很多截着礼盒 它有的是带着硬颈 然后它里面都给你贴得满满当当的 反正我都给你的 就用不用的事 那都是你的事了 但是这套真的很不一样 我拿到以后我就觉得 它个个都是精品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内衣 首先这个内衣 是它们家很经典的浪花无耻 这样的衣我自己也有 真的是穿上身以后 就是舒服得好像没穿一样 它是做了双忧五感支撑 所以穿上去以后 又有那么一点点 显得胸型很好 但同时又不会跑背 它这个胸型你看 它就是特别的圆润 所以穿上去衣服以后 也不会有痕迹 并且它里面都是这种固定背点 真的是太方便 每回洗的时候 也不用拆卸啥 直接扔到席机里面洗就完了 这个真的是懒人福音 内裤也是这种一片式的 就是无痕加高腰 真的不要太适合 我那个理性身材闺蜜 因为我平时健身的 其实我蛮经常买过的内裤 我买过很多家 但是Librow 真的是我反复回购的 面料是这种又滑 又弹的 就穿上去以后 就很不容易夹屁屁 就真的特别特别舒服 再加上这一双 软软弄弄的袜子 这个袜子 我给自己过年也准备了一双 就真的很喜情 就很有过年的那种氛围感 对 这些套都是不限制身材的 就真的是送礼成衣满满 还不用担心 它是不是吃法不合适 它这一整套红品 都不是那种很挑人的那种 很艳丽的那种大红色 是种很显白的丝绒红 你看它靠近我的脸 我感觉我整个脸都提亮了一个度 再看看走 好像黄了 就是它属于那种 扔在衣服堆里面 都不属于那种很突兀的红色 我以前真的是很嫌弃红色 但是经历这里面 就是现在的这个红色的调色 真的是有所改观 尤其是yourbrows这一套 而且我这一年 想法还改变了什么 就如果说穿一天 生活可以变得红红火锅 我送上场人 可以变得大横大横 那我宁愿穿两天 而且我把这种袜子穿上身 就明明穿上 就是很可爱的脚丫呀 是不是我鸭仔 可爱吗